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這個是草莓園 草莓園 這種是高價型的做法 那現在來到 大湖這邊 苗栗大湖這邊 那其實現在草莓祭還有一些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草莓 那還是 還蠻多的 那他們種法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像這個應該是那個 那個椰仙土 然後上面掛那個水線 然後像這個就是給水的水線 然後做一個種植的方式 現在還蠻多草莓的 因為現在天氣還算涼 那過一陣子 草莓祭就慢慢的結束了 現在 三月初還是草莓的時間 那草莓大概就是比較容易得病 比較麻煩是這個 因為 畢竟它是一個很甜 然後 很好吃的作物 所以呢 相對其他的 植物而言呢 它是一個很甜很好吃的東西 像這個 掛在外層的 這掛在外層的 這比較不會因為 因為 客傷啊 就是那個水傷 或者是放在土上面 比較容易出現那個水傷 或者是其他的受傷的狀況 好 現在就是 這種是高架型的做法 有不同的做法 實際上我看到這一家是高架型的做法 那 主要它是掛水線 用水線去做 做水的來源 那在家裡種的時候大概就是要防蟲 因為 這種 草莓類的很容易吸蟲 特別是 很甜的東西都很容易吸蟲 那它有分成不同的品種 什麼蜂香 然後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草莓品種 那有些草莓品種很容易死掉 很容易死掉 那所以呢 在選品種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蜂香在外面聽說不是很好種 我家裡頭就有一顆蜂香 你看這個 這個 非常的好玩 那 你看這個都蠻大的 都蠻大的 那所以呢 現在就是草莓劑 如果要自己種的話 可能就要一些些技術了 因為 大部分我們用的土 不是用培養土 像我之前用培養土就是錯的 後來去查一查 應該就是要用這個 椰仙土做材料之一 那因為你 椰仙土它的通透性比較好 通透的品質比較好 如果你用 你用培養土的話 可能會水會積住 這時候會造成它那個根部的腐壞掉 那主要還是 蟲 然後土壤 然後這些做一個 培養的材質為主 好 那這裡就是 大湖 空氣非常的好 那 過兩天應該就假日 應該就會有很多人來了 今天是平日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來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次 晃晃的時候再開給大家看 好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